耶利米书第27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迦开始执政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你要用绳套和木头作恶 套在自己的井上 然后借着那些前来耶路撒冷朝见犹大王西底迦的使臣的手 把恶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辉罗王西顿王那里 你要吩咐使臣对他们的王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王说 是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榜币创造了大地 以及地面上的人和寿 我看给谁适合就把地给谁 现在我已经亲自把这一切国家都交在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连田野的走兽我也交给他 供他奴役 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儿子孙子 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时候来到 那时许多国家和大君王都要奴役他 无论哪一国哪一帮不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我必用刀剑、饥荒和瘟疫去惩罚那国 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完全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 也不可听从占卜的、解梦的、算命的和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必不会服侍巴比伦王 因为他们向你们说虚假的预言 使你们远离你们的土地 我要赶足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但哪一国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服侍他 我就必使那国仍留在本土 可以在那里耕种和居住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照着这一切话对犹大王西底加说 你们要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服侍他和他的人民就可以生存 你和你的人民为什么要因刀剑、饥荒和瘟疫而死 正如耶和华论到不肯服侍巴比伦王的国家所说的一样呢 不要听从那些对你们说 你们必不会服侍巴比伦王的先知的话 因为他们向你们说的是虚假的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却冒我的名说虚假的预言 以致我赶足你们 使你们和那些向你们说虚假预言的先知都一同灭亡 我又对众祭司和这众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先知对你们预言 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送回来了 他们的话你们不要听从 因为他们对你们说的是虚假的预言 你们不要听从他们 只要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生存 为什么要使这城变为废墟呢 如果他们是真先知 如果他们有耶和华的话 就让他们向万君之耶和华祈求 使那些留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中的器皿 不会被送到巴比伦去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论到这些柱子 铜海 盆坐和留在这城其余的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把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 以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贵族 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没有拿走的器皿 论到那些留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中的器皿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这些器皿必被送到巴比伦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这些器皿的日子 那时我必把他们带上来放回这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